盛美是这个年轻的时候 有严重的孕眷 对 我发病的时候是28岁 我生我儿子第一胎 然后我在家里坐月子 我在28岁以前 我就是健康宝宝 我并没有任何慢性病 然后你想想 我20几岁又生小孩很健康 可是我那个时候 在坐月子的时候在喂奶 我第一次发病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因为这个眩晕好可怕 他发病的时候 一开始我耳朵会真的耳鸣 那个声音很明显很大声 接下来呢 我就会天旋地转 我就没有办法站起来 然后我伴随的是严重的呕吐 非常严重 我会一直吐一直吐 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那个时候我一直以为 是不是胃出了问题 因为每一次来的时候就会吐 所以我是去 一开始我看错科 我去看肠胃科 而且我还照了胃镜 我才28岁 就照胃镜 那医生一直跟我讲 胃长得很漂亮 而且那个年代 距离现在大概 也许是有27、8年前 没有所谓的眩晕这个问题 就晕眩这样的 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是后来 因为我不断地发病 因为我产后 我那一胎73公斤 生完还有65公斤 我后来就有点恶性减肥 所以我家人跟我的同事说 那你应该就是没有吃东西 所以造成你会晕血 所以血糖太低 所以我就 那我就开始吃东西 但是我发病的频率非常高 我是在有一次 当时台湾社会有一个群众运动 叫做废除刑法100条 因为当年大家认为刑法100条 那个新闻你有跑到 有有有 我就在那个现场 很多人认为刑法100条违反人权 所以他们就集结游行 然后最后会到总统府附近 接近台大那个地方 就民众会在那边抗议 我就到现场去采访 结果我到了现场 我印象很深刻 到傍晚 我要发病我都会知道 因为耳朵会开始嗡 会嗡 声音很大 然后我就站不起来了 这么严重 非常严重 然后我就去找洗手间 我直接在马桶旁边 就扶着马桶就狂吐 一直吐 会吐 会吐 我的症状是不断地吐 呕吐 然后因为外面在抗议 它里面我倒在那里 那当时别的报社记者看到 就觉得好严重 就赶快去跟警方讲 因为现场有维持秩序的警方 结果他们赶快去现场 就是维持秩序的这些警方 跟他们讲 请他们就让救护车进来 结果我等了好久 已经吐到那种 胃衣都要上来了 救护车都没有进来 后来是在现场一个警察局 我到现在都记得 他就进来跟我沟通 在女侧 他就说许小姐 我跟你讲 他说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不愿意 救护车真的开不进来 没有办法开进来 因为群众太多 第二件事情 他说我们硬要开 救护车进来的话 民众会失控 因为他们会以为警察打人 所以才需要救护车 他说但是我们为了救你 他说我们找了四个台大的医生 那那个年代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的台大很久 那个好像是中山南路是不是 就新的台大还在盖 正在盖 所以还在工地的状态 就在我们旁边 他说这四个台大医生 可以走那个工地里面 帮你抬去急诊室好不好 因为要问我 我就好 就拜托他们 那他们去哪里找到这医生 因为现场抗议的就是台大的医生 所以他就拜托那些抗议的民众说 现场抗议 因为当年有很多医生参与废除心法一百条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要参加这运动 那现场医生就说好 我们来把他抬去 我就记得四个哦 包括就是像台埃及验后 你知道 手脚 其实我本来想说台珠宫 这样乖乖的 反正就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发病的时候 意识是清楚 所以非常痛苦 非常 你知道抬起来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是 我还吐了 我那个嘴角 你知道那个唾液 就一直沿着滴下来 滴到那医生的头发 你就知道那有多难受 他医生就一路把我抬去急诊室 到了急诊室 打点滴之后 急诊室一个医生就跟我讲 他说你这个问题呢 不是出在肠胃 你的问题出在耳朵 你知道吗 我从来都不知道 怎么会是耳朵 我是有耳鸣 可是我嘱咐是 我是会吐嘛 那我站不起来 他说你的平衡出问题 他说台大有一个 有那个眩晕科门诊 早期叫眩晕 不是眩晕 眩晕科门诊 我希望你赶快去看 所以我在那个急诊室住了一天 之后我就先回家休息 等到我比较好一点了 我就挂到这个门诊 那整个检查过程蛮有趣的 我就跟医生讲说 我怎么样的发病的状况 什么 那个主治医师 他那天刚好带了一群实习的医生 他就叫我躺在那个诊疗台上 然后在耳朵上挂上一个东西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就我躺上 因为他要看我发病的状态 可是发病是不可预期啊 他就帮我放进去之后 我就听到水声 什么水声呢 他要制造一个情境是你在船上 你想想看你在船上是会听到那个水 这样打来打去 有没有 五分钟之后我开始吐了 我发病了 然后我躺上去 他在我的眼睛上 放了一个放大镜 然后每一个实习医生都过来看 结果我看到那实习医生眼睛都张得大大 原来当我发病的时候 我的眼珠子会快速地转 真的哦 然后那个医生告诉我说 我要看你是顺时钟还是逆时钟 现在都把顺时钟 说对了 我绝对不会逆时钟 接下来呢 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嘛 可是我看到那些实习医生 每个人都看起来很惊讶 当下医生是有告诉我 我是梅尼尔施症 这是已经二十七八年前 那医生也是告诉我说 不可能治好没有特效药 不能也没有办法开到 那我就说可是我发病 我常常发病 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带着晕车药 在身上 当你觉得耳鸣的时候 赶快就吞晕车药 然后躺下来 然后那段时间 后来就你看二十几年前了 我就大概就是十几年十几年 就陆续发病 那这几年有好一点 可是我现在就是 我自己有感觉 我是压力非常大的时候 我就会发病 比方说我上节目的时候 有些节目它是规定 你站在电视墙前面 要讲这个故事 我有的时候一站上去 我就会开始发病 我有感觉 我有感觉就是我来了 但是刚刚其实医生有问 我的那个听力有受损 右边损多少 我是后来有出过车祸 有去做听力测验 我的右边耳朵的低频 我听不见 那我车祸的时候 因为有流血 耳膜整个破掉 所以我当时的听力 只剩百分之三十 一个月之后有恢复 它说将近百分之五十 所以我这边的耳朵 所以我为什么坐这个位置 因为你问我的问题 我才听得到 你是这边 不是 可是我要接近发话的人 不是 他有一些必要的 不要听 所以坐这个 哈哈哈哈哈哈